多間傳媒先後發行免費報紙 一大堆報紙放在街頭派發 難免會令人覺得左街右混亂 大埔區議員余智榮 帶傳媒視察大埔港鐵站外行人隧道 一個聚集免費報紙派發的黑點 每天早上都有4至5份免費報紙派發 吸引大批市民排隊 經常迫到水舌不通 余智榮說曾接獲不少居民投訴 因為行人隧道裡太多人輪候免費報紙 除了令到上班上學受阻 亦容易撞到受傷 他更加點名批評AM730 每逢星期五就會有一室兩份免費報紙派發 而派發員往往也要等齊兩份才派 令輪候人龍不能疏通 擠塞情況更為嚴重 促請各報社改去人流較少地點派發報紙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